由于气象鼠呢 说这一次几乎全台湾都笼罩在 凯米台风的暴风半径当中 而我们特别提醒到 这个侵蚀率高达9成9的 就是北北基陶宜兰区域了 而今天宜兰呢 因为位于东部地区 对于台风威力的感受 比其他地区来得更早 很多民宿业者呢 就把家具移到室内 像是一岁节还有童玩节 接下来呢 都是暂时关闭的 大雨滂沱宛如用水桶倾倒 视线完全看不清楚 机车骑士穿着雨衣 还是全身湿透 路面上溅起不少水花 雨刷快速摆动 挡风玻璃上的雨水 根本来不及刮干 驾驶只能睁大眼睛放慢车速 海边风浪也不容小觑 凯米台风逼近台湾 高机率在东北部登陆 宜兰首当其冲 中午开始雨势风势逐渐增强 中台凯米目前的最新状况 那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宜兰的乌石港 中央气象署呢 对外表示说 有可能台风就会在周三 周四来登陆 雨势呢 在稍早前是还蛮大的 因此呢 当时呢 海滩上还有不少人在观浪 也都被海巡人员 早一步的来驱离 大雨一直下来 民宿业者戴着草帽 穿着拖鞋来来回回 走了好几趟 赶快把户外遮棚收起 一手一张椅子 接力把桌椅通通搬到室内 甚至拿着履替 把室外灯罩拆下 就怕风雨太大破裂 造成危险 民宿业者庆幸刚好遇到平日 订房率没有很高 陆续有游客退房 影响大约两到三层左右 其实暑假宜兰有不少活动 像是易岁节 缤纷的大型艺术装置 全都被大雨淋湿 因为台风到来 忍痛拆下装置 二次二十五两天活动取消 同万节也是相同 除了渔港船只房台 梅花湖也将船吊上案 民众领沙包堆沙包 面对凯米来势汹汹 一刻都不能松懈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相对于伊兰已经感受到风雨 刚刚我们线上网友呢 这个N开头的网友说 目前中部无风无雨 而且今天比昨天还要来的热 这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同时呢大家也说 台风天要准备泡面跟水饺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人就说就等待八点钟 留言区到底是欢呼还是尖叫了 所以八点钟呢 各地方政府呢 基本上都会宣布 明天是否要上班上课了 而再来呢 今天入夜过后 在宜兰郊溪温泉乡 似乎也弥漫着台风来临前夕的紧张气氛 但是还是有不少店家呢 把握时间呢 做好防台的准备 但也有店家大探 今天是盼不到客人了 现场最新情况交给少安 好主播观众 马上我们继续要为您掌握到 来自台风的最新现场啦 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宜兰的郊溪 好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画面 先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整个宜兰这边最热闹 郊溪这里最热闹的一条商店街 其实呢在这边呢 你看到其实这些的一些卖纪念品的商店呢 其实基本上虽然都还开着 可以发现到没什么客人啊 也确实啊 这在地店家就告诉我们啦 其实今天整个生意来讲 确实是没有到非常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马上为您访问到的呢 是在宜兰郊溪这边 在地八年的一个店家 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关于这一次台风 他的一些营营措施 王老板嗨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这一次啊 怎么样观察就是说 像这几天的一个生意状况 最近就是台风有多少影响 那其实今年的夏天 不知道为什么 礁西人很少 很奇怪 对对对 那这个台风有可能会直扑宜兰吗 那对于这样子您的一些备货量啊 什么的是不是有一些因应 如果是上班宣布停班停课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备料 那如果说没有停课的话 就看天气状况 如果说雨没有很大的话 我们还是照常营业 只是说量还是会减少这样子 因为今天的人看起来真的蛮少的 所以今天是备货量 我们不敢准备太多 你看我们的货就知道了 不敢准备太多 对但是还是蛮多回流客来买的 对对对 好了解 感谢老板 谢谢 好你可以听到 其实啊 这一些在地的 礁西的一些店家 其实呢就可以感受到了 最近这生意真的是不太好做 也可以再继续 透过我们的镜头呢 来看到 其实这一边啊 有非常多的店家 是干脆没有开门 不营业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重点呢 就在于这一次的台风 实在是对于整个东台湾 以及北台湾影响的情况呢 算是非常的一个明显 好我们知道呢 这个整个台风啊 有可能是会以中台上线 这样子的一个等级 登陆到我们的宜兰地区 也就是从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呢 在整个北台湾都会笼罩 在暴风圈当中 尤其在我们宜兰地区的观众朋友 更是首当其中要特别的来注意了 好您可以看到 尽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已经入夜了 好那么雨势呢 也是一阵一阵 所以现在走在这个街上的一个民众呢 其实都是打着伞的 这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了 整个台风影响台湾的时间点 最明显将会在明天的下半天 一路到后天 还是要特别提醒外出 记得期待雨具 留意自身安全 以上最清楚 好的我们谢谢小安跟志明 那也提醒两位哦 这个台风天出差要多多注意自身安全 也期待后续更多精彩的报道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持续关注到的是 今天东部地区呢 可以说是率先感受到 震风纵雨的威力 不过呢台东附近的民众 就会发现今天天空是上演科幻片吗 因为呢对流旺盛之下 台东的天空闪电连发 好像雷神索尔即将降落一般 深夜市区静悄悄繁星点点的夜空 突然间云层当中闪烁光芒 此起彼落照亮整片天空 这是台东市区一间五星级饭店监视器 记录下的惊人画面 23号凌晨一点多闪电在云海中不断闪爆 伴随雷声喉咙作响 宛如科幻电影般的特效 刺眼强光一下紫色 一下又变白色 这是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产生的自然现象 南横也有罕见奇景 22号晚上七点多一道橘红亮光 往天空喷出一只喇叭涂案 研究员解释这是中高层大气放电 产生的巨大喷流 连接地面的部分相当罕见 台东夜晚不平静 民众紧接着防台准备 事工所门前堆积如山的沙包 一下子就被拿光 还有人直接开火车来载 你们要拿沙包回去 家里有会淹水吗还是怎样 就比较低洼的地方 一人能拿五袋全员出洞 搬走好几十袋的沙包防范未然 另一边台东铁花村的活动 开始不到一个月 就遇上台风来搅局 市集摊贩拆解支架 出动麻绳固定木箱摊位 像是绑五花肉连续打好几个结 巨大的月亮以及太空人灯饰 也纷纷泄气 这么担心台风的破坏威力 却还有人在海滨公园观浪 风浪越来越大 还寻人员前往劝离 民众忙着防台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TBN新闻刘警员蔡幸宇 台东采访报导 而台风还没进来 台南却传出了淹水 原来午后热对流旺盛 所以强降雨 让台南的永纳夜市 出现了周边积水 而且水深一度来到半个轮胎高 目前水退了煤 详情交给记者林又璇 装心下主材针对台南高雄 发布大雷雨特报 没想到在台南的永康 这边又下起了豪大雨 而且在永大夜市附近 这边又出现了淹水状况 水是一度有半个轮胎高 行经的民众都溅起了大量的水花 而且监视器还可以看到 当时路面整个都被雨水给覆盖了 还有骑视因此车辆抛锚了 赶紧用脚划呀划的划到路边 而这样的状况在永大夜市 已经是第三次淹水了 21号第二次淹水 结果隔几天 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次 摊伤真的是 没考不把赛了 因为现在台风都还没有进来 没想到已经因为大雨的关系 三度停业 现在又很担心说 接着台风如果要进来的话呢 这水恐怕淹水的程度 让他们非常的担心 而台风还没来 今天基隆确有状况 有一辆客车呢 其实载着孕妇 那么行经台62天 62线 疑似天雨路滑自撞护栏 而这一名大夫皮皮孕妇还受困车内 索性及时被救出 人员平安 而另外一方面呢 金龙也要因应凯米台风来袭提槽来清除水沟 避免击淹水 而大五轮沙滩还有潮进的水域都已经封闭了 快速公路上整辆小货车侧翻 占据车道周遭围了许多救援人员 还有人协助指挥交通 凯米台风步步禁闭 越来越靠近台湾各地陆续出现风雨 而三号中午十点半左右 一辆小货车行进台六蛇线 疑似天雨路滑至撞护栏翻覆 司机自行爬出 不过副驾驶座是一名孕妇 一度受困车内 幸好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 顺利救出意识清楚 而这回凯米恐怕狭带强风暴雨 基隆环保局也提前进行勤勾作业 安排四百多名人员待命 清洁队人员穿着背心 手上拿着工具站在马路旁 清除淤泥外 也捞起水沟盖下的石头 落叶就是为了保持水流通畅 避免阻塞造成淹水 不只路上加强防台准备 海岸边也不例外 风浪也逐渐增强大五轮沙滩 以及潮进水域 中午十二点过后封闭管制 外木山也无法下海游泳 另外新北下午开始 风也不小树木被吹得晃动 供舍人员也开始进行输红道障碍物一致 摊贩也赶紧收拾东西 新北相关单位提早检查抽水站 预先排水市情况滚动调整 增加下水道五十六点四万吨 至红空间提早做好准备 因应来势臭臭臭的台风 TVBN新闻刘欣奎 施血缘和可言 基隆新北采访报道 好 基隆的防台措施呢 就是确保水能够舒缓到对的地方 不要发生激淹水 而今天基隆庙口夜市呢 没有过往的人潮了 很多坛商发现 大家都在躲台风 似乎生意有些冷清 想起我们交给现场记者谢佩颖 好 目前记者位置呢 就在基隆庙口这边 其实可以看到呢 现场其实在市区这边 是没有明显的风势和雨势的 所以呢 在现场其实有不少游客 是来这边呢 进行的吃晚餐的这个行事 那么不过呢 其实刚刚小吃店老板也说 今天的游客呢 是比平常还要少了一半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老板问一下说 今天的游潮是不是比平常还要再少一些 对对 比较少 跟平常比起来呢 大概少一半吧 那今天的备料 备料状况 我们是正常备料啊 因为也不知道台风情况 照理讲这个风雨是不大啦 目前是还没有风雨 但是可能是预期心理啦 新闻有报嘛 说这一次台风好像蛮大的 大概客人就比较不敢出门 今天的摊商有明显 有一些都没有开对不对 对对对 有的都休息了 明天可能会休更多 那你有明天会休息吗 我们一般是看那个市政府 如果有公告那个停止上班上课 我们就会休息 没有我们还是会营业 了解 谢谢老板 不客气 那么目前呢 因为气象署也表示说呢 虽然在市区这边是没有明显的风雨 但是呢 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到明天 或是后天呢 风雨呢 是会逐渐的强大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边呢 沿海将会有五米的浪高 尤其呢 也会有长浪的发生 所以提醒民众 避免要前往海边来活动了 以上是现场追尽 请时间镜头交换捧妹 好了我们谢谢佩颖哦 所以目前看来 金融庙孔呢 似乎受到预期心理的影响 所以其实来的游客 还有来的时刻跟民众呢 都变少了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提早做好台风准备是好的 而继续我们带观众朋友 持续关注到的是 大家都关注哦 到底八点钟 哪一些县市会宣布放台风价 而刚刚留言区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留言告诉我们 觉得台北 新北市桃源跟基隆以及宜兰几率是比较高的 稍待一会八点钟有最新消息 我们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滚动式更新报道 不过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其实台风假的话呢 它其实呢不是法定的假日 雇主是可以决定不执行的 因为台风假的法源呢 根据劳基法哦 因为台风假非假期 那么企业其实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要求员工照常上班 但是员工呢 觉得安全上面有疑虑 可以选择使用劳工的退币全部上班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上下班的路程呢 如果风墙宇宙 导致有路数倒塌 那么招牌掉下来 路况出问题 受伤摔车就可以申请职业灾害 但是如果交通物品呢 或者是物品损坏的部分 不在理赔的范围了 而台风假接下来 到底要不要正式进入法制化 进入到更有规范的法律当中呢 其实呢现在有95.6%的劳工是赞同的 可是企业方面呢 比例似乎不如同劳工这么高 只有63.3%的企业 表态是赞成把台风假纳入法定假日的 其实这也关乎到用人还有企业的成本 所以劳资双方之间 针对台风假要不要入法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拉扯的 不过台风天呢过去大家都会依靠外送 我们要提醒您 两大平台业者也宣布 因应台风天来袭 所以凯米台风过境期间呢 外送员是有权来停止服务 平台呢也会是风雨的状况 如果停班课的话 也会暂停平台下单的 五三时间想定外送得赶快 因为万安演习外送平台 将在演习区域暂停外送 同时凯米台风逐渐靠近台湾 有外送员观察到单量多了许多 不仅单量增加台风天 如果放台风假 外送服务也有调整 两大外送平台透露 如果当地政府停班停课 那么他们也会暂停外送服务 外送送不了 很多人会选择来到卖场 自己囤货 蔬果肉品鸡蛋面条 通通往购物栏塞 因应台米台风来袭 超市业者透露 蔬果备货量增加一倍 各地区门市也会视风雨情况 评估营业时间 大概买三天份吧 买三天份原因是什么 可能下大雨不方便出门 如果万一台风来的时候 不想出去的时候就可以煮面了 这也算是想要趁机囤一点货 对不对 没有就是专门台风给他们用 给他们吃的而已 看准台风大量的采购人潮 不仅全联各大通路都全力备占 爱买量饭店 生鲜蔬果备货量增加两倍 同一超商针对冷冻食品 生鲜面食等提高两到三成备货 与具相关商品提高一到两成备货 而加勒服在叶菜类商品的备货量增加五倍 泡面罐头也多了三到四倍 并且成立防台专区 除了补足粮食也提醒大家防台准备 家里可以备妥手电筒行动电源充电线 干粮还有矿泉水万全准备迎接台风 安全也安心 不过台风天多多少少都会担心风墙宇宙 所以导致生命财产或是其他的损失 如果大家不幸真的在天灾当中 碰到财产损失的话 其实可以向财政部主张租税减免的 我们来看到如果真的出现灾损的话 特别是先前地震过后 可能有部分的观众朋友已经有经验了 第一个要做的是遇到事情不要慌 手机拿起来先拍照存证 同时准备好相关的证明文件 比方说一些收据或是报收的证明来申报减免了 像是地价税的部分 申请时间是开征前的40天 事发过后的30天之内 如果您是营业用的车辆或是私家车 牌照税是发生日的起一个月内要来申请 娱乐税的部分呢也就是台风像是地震 这个灾害的发生日一个月之内都可以来申请减免的 但是呢最好是人员财产平安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提醒观众朋友呢 因应台风来临 今天晚上8点钟呢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这个合体码头 会开始进行房序作业 水门要关起来了 您的爱车把握时间已经快接近8点钟了 要赶快去挪车了 否则呢会强制拖掉离开 有多花钱 而同时呢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的脸书下面也出现满满拜托市长放假的留言 甚至有人直接说 说他是最帅的市长 如果放假的话就更帅了 你在上班时间吗 对啊 就还在上班时间就赶快来赢这样 是警察打电话来的 上班时间急急忙忙快来把爱车开走 眼看中台凯米逼近又适逢天文大潮 双北启动防汛作业 提外水门23号下午4点起只出不进 晚上8点后开始拖掉滞留车辆 双北提外停车场台风期间关闭 那么民众到底该把自己的爱车停在哪里 除了可以上市府的防汛官网 查询洪荒线开放的区域 也可以扫描像是这样的QR Code 为爱车注册防汛通知 市长讲完视察水门检查开关是否正常 只是他还在上班 脸书已经被市民刷一排敲碗 夸他是最帅市长 如果放台风架会更帅 就等你一声令下 新北也严正以待 碧潭地井大金鱼先消气防台去 也有超商一早先打包 撤离商品和机台 因为凯米台风预估路径 可能是典型西北台登陆几率高 各县市都绷进神经 要把损害降到最低 绷进神经防台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是今年第一个凯米台风 有望从宜兰跟花莲的交界处来登陆 而刚刚稍早 其实里岛金门跟连将 已经宣布明天要上班课了 而八点钟 各县市都会陆陆续续有消息出来 请您持续锁定 而我要带您看到的是 由于台风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 甚至有地铁站水满回换 出现了地铁的楼梯瀑布 而现在呢 巴比伦已经登陆了海南岛 而接下来呢 凯米台风经过台湾之后 恐怕也会侵袭他们的滑动地区 练车原地停留两三分钟 想下车的乘客也动弹不得 今年中国大陆许多省市 跟水很有缘 目前仍暴雨不断的 山东省海洋市 这辆乡型车竟然连人带车 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幸好卡在围墙边 没闹出人命 结果大陆各地洪涝还没停 又得面临双台 可能造成的后续灾害 今年第四号台风巴比伦 二十二号凌晨一点半左右 在大陆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 已经在华南地区带来狂风暴雨 不少路数被连根拔起 酿成部分灾情 紧接着第三号台风凯米 预计再登陆台湾后 二十五号夜间到二十六号清晨 将登陆福建沿海一带 大陆气象台警告 强度恐直逼台风级 或超强台风等级 二十五号台湾岛强风雨天气持续 同时隔美对于浙江福建等地的风雨影响 也是正式展开 多地都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 局地特大暴雨 抢在凯米台风来袭前 浙江宁波赶紧撤离 榆山岛上七百八十八名游客 大陆国家海洋预报台警告 东海台湾海峡可能出现九米以上巨浪 已发布海浪和风暴红色预警 从上海浙江到福建沿海 都必须高度戒备 TVB新闻综合报道